本节目已开通迷彩虎APP微信微博 敬请关注 大家好 欢迎收看第326期迷彩虎军情 我是你们忠实的战友虎牛杨阳 印度海军又规划起了下一条国产航母的建造工作了 根据计划 新航母预计排水量将达6.5万吨 并且采用核动力推进和电磁弹射器 而承担这任务的科青造船厂 目前却没有足够大的龙门调实现这一构想 现在就有考虑接下英国的哥利亚龙门调的盘了 包括加尔哥达吉驱逐舰和维克兰特号航母在内的 印度所有大型军用舰艇都是由科青造船厂建造的 而阵仗如此大的科青造船厂 却连个像样的龙门调都找不到 这也就不难理解 为啥印度首艘航母维克兰特号9年时间三次下水 到现在还没完工 现在印度又捣鼓新航母 印度人还真以为新有多大 舞台就能有多大呢 没有龙门调买就行吧 反正印度阅兵杂技队每年网上赚那么多广告费 花钱买个大价总比被人贪了强吧 于是乎印度方面就正正经经的和英国人谈这单生意了 不过印度不知道是真不清楚还是装糊涂 现在全世界的大型龙门调都由中国垄断 格利亚的二手英国货也是从中国进口的 现在这印度买办这么大张旗鼓的买中国造龙门调 印度群众能答应吗 但话又说回来了 印度不买中国的又能有啥办法呢 全世界现在造船都得靠中国的龙门调 印度人倘若真有志气 也把咱中国的建造大型龙门调本事学过去 不光自己造舰不用被人坑 就还能变着花的赚满世界的钱 为啥造船造航母龙门调这么关键呢 现在普遍都是先制造船体分段 然后以分段为单位组装船体 为了降低分段重量 现在分段组装都是先将较小的预制舰调装到船屋内焊接成型 然后层层向上叠加建造 在这个过程中 大型龙门调是必不可少的工具 而航母这类超大型舰艇的舰体分段 无论是体积还是重量都非常巨大 特别是舰岛分段的安装 只有千吨级龙门调可以完成这项任务 微信搜索迷彩虎公众号 关注后回复航母 了解全球只有中国才能造的航母运输巨型货轮 而现在印度要买英国的哥利亚龙门调 就是当年英国卫造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 花2000万美元从中国上海振华集团进口的 1000吨级的龙门调 目前最顶级的龙门调制造技术 几乎都由振华重工垄断 世界上大型船厂龙门调80%市场 掌握在振华重工手里 除英国引进的千吨级龙门调之外 美国造船企业也曾引进过中国的大型调机 2013年常驻美国的关海同志 在视察某造船厂鼓吹美国人使用美国制造时 一阵风吹落了关海同志身后其中机上的美国国旗 随后露出了带有汉子的中国品牌标志 让当时场面一度变得很尴尬 英国人花了大价钱从中国买来龙门调 为啥就弄了两艘航母的主体调装任务就急着要卖了 是因为龙门调质量出了问题要甩锅印度吗 不是不是 这次真还不是准备坑印度 原因很简单 大英帝国没钱了 全英国造船企业在未来30年内 都不会再有如此巨大的军用舰艇建造业务了 所以留着这千吨级的龙门调也没有用了 与其在摊上一笔日常维护费用 还不容赶紧找个下家卖了换钱呢 既然这样英国印度 你请我愿的这单生意真还能成了 其实吧 印度人完全可以放下他们那份可怜的自尊心 与其花钱买二手龙门调 还不如和咱中国搞好关系 好好商量下 钱到位了 到时直接给你印度最新最牛款龙门调了 像哥利亚那种千吨级 根本就不是事 要知道 全世界目前的最大龙门调 红海号都是我们中国造的 这个吊装重量22000吨的红海号 主要用于海上石油钻井平台整体的 从陆地运到海上 将以往化整为零的建造方式 变为整存整取 借助22000吨其重能力的大家伙 把拼装好的海洋油气钻井平台 从陆地上的专用拼装台位上提起来 直接放到海上去 用这家货建造海上石油钻井平台 开发南海东海的油气资源 到那时哪还会有其他旁人的事 和中国创造的任何奇迹一样 我们的龙门调技术不是天上调的 我们中国的天车龙门调的技术 也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从最早模仿苏联的 到现在形成了自己的国标体系 这世上从来没有轻而易举的成功 只有参与其中的科研人员 才知道为此付出了多少 牺牲了多少 最后 杨阳住院专业模洋工20年的 科金造船厂 早日投入新航母的建造工作 祝愿印度海军越走越远 节目最后 可建一款看新闻能赚钱的APP作为福利 每天没事打开浏览新闻 即可获得金币奖励 金币自动兑换现金 超过30元可提现 现在注册还送两元现金红包 您还可以邀请好友帮你赚钱 每邀请一个好友图获得两元佣金 好友的每次阅读将送您20金币 好友越多 金币收益越多 大家可以到手机应用市场搜索 玩头条 开始看新闻赚钱之旅